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多动症的人 很难坐在那里一段时间做好一件事情 直到有一次我开车四个小时 来到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然后穿上滑雪板 开始在一阵阵的风和脚下的颠簸中 开始滑行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原来滑雪这件事情 真的是可以让我忘记生活和工作上所有的烦恼焦虑 完全沉醉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 第一次滑雪的时候 我是跟我教会的十几个朋友一起去的 当时我们都还是学生 也没有钱去请很好的教练 然后大家也都是新手 一起在那个新手坡上 就是看着别人滑 然后就想象我们自己要怎么滑 但是理想很美好 现实很骨肝 我们都是摔得七两八叉的 然后全身都很痛很累 第一次滑完雪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非常的痛 有的时候会怀疑说 为什么我要开这么多个小时 要来这么远的地方 做这么累的一个运动 虽然回家的时候一身瘀青 然后也觉得非常的疲倦 可是真的突然就对这个雪上的这个运动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后想着下次还要再开 再来回八个小时跑去跟大家一起滑雪 其实在滑雪初期的时候 我经历过很多的困难 还有很多的挣扎 因为我一直觉得滑雪这个运动 其实是一个朋友大家在一起进行的运动 当我刚开始滑雪 尤其是单板的时候 我和我的好朋友 就我们两个人是一起开始学习 也没有别的会已经会滑单板的朋友教我们 所以那个过程里 第一年的时间里 我们俩基本上就是在靠自己的方法去摸索 模仿路人的滑行 去看网上的教程 然后走了很多的弯路 也摔了很多的跤 甚至直到我第二年加入我们这个snowboard群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跟很多的人认识 还是需要很多的时候自己再摸索这个滑行的过程 其实滑雪的人往往也会很喜欢 其他的户外活动和一些运动方式 在滑雪季以外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就是这些滑雪认识的朋友 也可以在别的很多活动里 大家都能玩得非常好 因为你喜欢户外运动的人 往往你的性格会比较开朗 你会比较喜欢出去踏出你的舒适区 去外面有阳光 有各种大自然的环境里 而不是只是在家里 窝在自己的小小的世界里 感觉踏上雪就会自然嗨 虽然对很多人而言 滑雪是在尽头上是那些翻越无数圈 然后做一些很酷炫的动作 一些遥不可及的事情 但其实对于我们这些真正热爱滑雪的人来说 就是当我们踏上雪地的那一刻 就是我们开始滑行 开始沉浸在这个白色的世界里 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或者一个很简单的转弯 都能给我们带来的快感 我们不需要像那些真正的大Pro一样 需要去飞跃 需要去做很夸张的动作 其实只要和朋友在一起滑行 哪怕是从山顶到山脚 这么简单的滑行的过程 甚至我们还摔了几个跤 我们都会觉得很开心很满足 就在有一次很普通的滑行过程中 因为我的过度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 在一个很平的地上摔了一跤 当场我的右胳膊骨折 可在那一瞬间 我以为我只是扭伤了胳膊 然后还嬉皮笑脸地 让朋友帮我拍照留念 说看我第一次被Sky Patrol拉撒山 我第一次进急诊室什么东西 但是直到我得知我骨折的那一瞬间 我整个人就懵了 然后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那一年是很多年以来 他后选框最好的一次 我本来计划在那一个血迹里 要学习很多的东西 可是就因为我的骨折 我的整个血迹就报废了 可是这件事情让我 非常的感谢我的朋友 当时就是在我骨折的那个时候 我群里所有偶遇群里的很多朋友 我过来陪着我 然后送我下山 包括后来我滑雪时的 帮我系鞋子 帮我陪伴 然后很多很多事情 让我终于体会到 就是滑雪中这种集体的感觉 所以直到我后来想要考教练证 想要把这个滑雪群弄得更大更好 让大家更多人可以有一起滑行的机会 也是因为我觉得滑雪就是朋友们 很多个人在一起进行的活动 就是要享受大家在互相的帮助下 学习新的东西 受更少的伤 然后进步更快更少的这种挣扎的过程 对我而言翻糖蛋糕是一个让我一见钟情的事情 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工作室的翻糖蛋糕 我就惊讶怎么是这个世界上 还会有这样的蛋糕艺术 然后我就去做了很多的搜索 发现就是说这个 在国内有一个这样的蛋糕工作室 我当场就是想要说 我就是因为大学快要毕业了 然后甚至自不量力的去投那个蛋糕工作室的简历 然后说我要去给他们当学徒 哪怕我不要一份工资 我都要学到这个技术 这个想法在我心里沉淀了很多年 直到我后来读完研 也在安定地工作的时候 有一天我跟朋友的闲聊中 发现了当初我喜欢的那个工作室 居然开了一个完全非常适合我的 这样的一个饭糖蛋糕的学习课程 我当天就决定立刻辞职 要去学上这个课 虽然家里人都强烈反对 但我却意外地得到了我身边几乎所有朋友的支持 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应该为我这个梦想去闯一闯 大家也都觉得这个非常适合我 非常符合我爱做手工 然后很爱这些细节和艺术的这个性格 所以我就决定真的辞职去闯一闯 作为一个翻糖蛋糕师 我更喜欢称自己为Cake Artist 因为我觉得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在做艺术品的一个过程 做翻糖蛋糕的时候常常需要我好几个小时 就坐在那里不动 然后专注于手上很细微的火 非常有耐心地做几个小时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有中度强迫症和完美主义的人 就是因为这几个小时的这对细节的精雕细血 让我体验到了一种特别的快感和喜悦 所以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滑雪和做蛋糕 都是可以让我在平时烦躁的情绪和繁忙的生活里 感受到平静的一件事情 虽然在湾区这么一个身边朋友都很优秀 生活也都很稳定的环境里 我也常常对生活有很多的抱怨和不甘 但是想到有这样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可以一起追求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也常常觉得很满足 我会把滑雪和做蛋糕当成我一生的热情 因为所有我都想要是你 因为所有我都想要是你 我都想要的是你 因为你会把滑雪疙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